大家好,我是Wildy,好消息影评 今晚看了一个优先场,30号九龙城寨卫星 先来一个速评 如果要细节的影评插图,起码要花三四天时间 所以说一下观后感 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因为能够将星斗市门的生活八态完全复刻出来 不止城寨的硬件外观复刻 你里面的星斗市门的生活也非常厉害 可以和日本人对城寨的研究研究 我去书局所看的,起码是两本日本人所研究城寨的书 是吸引我的注意 因为很细节,画得很漂亮 也是老外的影响集,非常厉害 但至于本土对城寨的研究是很有限 但这次电影,被我感觉追得到了 终于有些东西是我们本土拍成城寨 就不会给日本人或外国人尊美 电影的报警,即是火箭加实 你明白三亿是用得其所 听回余儿去的节目访问 其实电影的美子制作组 他们真的搜索了五桶一块的东西 可能九钟,九铁杂 可能铁杂也几百库 所以当中电影里面用的铁杂 是真的经历过岁月的洗泥 是真的,所以看得特别有味道 最后如何去还原 刚才说了,硬件就是九龙城寨的外观 踏景不是踏一层 可能是踏四五层 是有层次的,是立体的景 除了景之外,就是刚才说了 里面的软件 其实在戏尾的里面 都有再一次一个巡礼 例如烧纳铺,鱼蛋档,理发店 修鞋铺,士多,穿胶花 即是竹面铺,包云吞 小朋友跪在这里看士多 或是铁铺的电视 一班人 在士多或以前也有梁茶铺 一起看电视一起笑 要听到罗海铭巴声 做赌当 技仔 当然了,去当中就没去到那么尽 可能你除了,因为是黄岛独 三菌地带 你除了技仔之外 也有看真人show 他没有 看四仔那些也没有 我意思是四仔戲院 但anyway 他都不需要再说这些 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再说地下擂台 黑市擂台 可能就拉完了 所以我都挺欣赏 那个覆黑的 无论是外观 以至于里面的生活八态 完全覆黑到 非常精彩 所以如果只看景观 看场景 已经值回票价了 还有就是 那些飞机滑空而过 5至1个shot 有很多疑似回忆 即是在走过九龙城的时候 你近看机场的 你看到飞机的鱼肚滑空而过 震耳欲聋 那时候是不喜欢的 但是现在往事只能回味 有些更加夸张就是 你只能看到 起落架 那个车 降落 很夸张 我们经历过的时候 知道这些是真的 但未经历过的时候 透过看过的影片 《九龙城寨之围城》 你就可以是 略知过去的一意 即是那时候 看机场是怎样 我也做过一系列的节目 两年前 差不多是首批的节目 就是讲《九龙城寨》 因为真的对它有爱 这个之后再讲了 第二部分的资料性 会比较重 所以说到最后 九龙城寨的幅刻 是不能输的 即是里面的 横街乘巷 暗角迷宫 好像是白镇图 还有更加欣赏 就是教师庭说到 线缝上面的垃圾 他都弄出来 除了你走廊里面 光源不足之外 电线横飞之外 就是你那些线缝 堆积不同的垃圾 都做出来 非常之厉害 即是那个的旧化 是非常象征的 我特别欣赏就是 电影它是拍到 九龙城寨的黑暗 人性的丑恶之外 也拍到九龙城寨的尾 和人性光辉一面 人性丑恶不用说 都是勾心斗角 拳斗 互相插旗等等 光辉一面 那四兄弟的情 可以直接进去看 还有你最后的 就是在九龙城寨的顶楼 一起望日落 那一刻 是漂亮的 CG非常之好 谷行建置 他就跟过 是恩子丹的 恩加班 自成一角 非常之厉害 帮手帽子 我觉得帽子方面 是非常之不错 是否没有扣分位 也有点的 可能稍后再说 其他欣赏的位置 还有 是电影音乐的混用 他开始就用粤曲引入 我觉得很有味道 之后 有镜头一转到Disco 播出陈慧 的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这些又是 所谷行李 旧音乐 旧巴士 再加上九龙城寨 一切的幅刻 就是由于时光倒流 真的回到过去 一幕 就是我们这些 八九十年代成长 更加有味道 还有电影也有一贯我喜欢的 那些象征符号 比如不断出现的风筝 它有少少宿命论 即是你飞得起的话 你也是看 时势 看风势 它落地那一刻 你也是控制不到的 它落到哪一刻 它什么时候跌落地 你也是控制不到的 我欣赏风筝这个寓意 龙卷风 人如风 你可以进去看看 还有就是何主事不加 难得你找到家 的时候 家里又被清拆 这一切 很有深厚的寓意之外 也是历史发生过的 非常精彩 我很欣赏《寓意》的小说之外 我也欣赏《寓意》的小说之外 我也欣赏《寓意》的改篇 改篇得好 《寓意》也是欣赏的 这就是去到第二部份 再说 还有象征符号 很喜欢 例如《林峰死兄弟》 《寓意》 由打人 去到打牌 其实那个情意 尽在不言中 有些人会觉得 他们内心气 或者 特别的国人描写 都不够 但是我自己觉得够 刚好 因为两个钟头里面 你要有这么宏大的历史观 有这么多人物 你要交代到故事 又有动作打斗 又不会有门牆 又有一些感人位 我觉得非常精彩 除了感人位之外 还有些笑位 笑得出 好 笑位是混合了 当年的生活八态 你对剧情有帮助 又让我们有回忆 你说那些笑位 是不是高张 我非常欣赏 所以结论很快速度 结论我给九分 我没有给到满分 最主要是有两三个位置 我觉得是有些反驳 怎么会没有反驳 看起来没有博估 但是总是有些位置 差一点点 如果再改设 就好 譬如说 两个不同的大哥 其实是两个角度 一个大哥 很强调成全 他愿意放手 如果 如果大哥 可以写到 他不愿意放手 他抱着权力 倦戀权位不放 这个队内面 可能会更加清楚 更加好都未定 隐藏角色 我现在不说了 隐藏角色 是不是真的要有 那么大仇口 那么大杀手呢 这一个 我觉得是可能 差一点点 未交代得最好的 就是那些 明明你那套 是插了一刀 你不是被戒刀戒一下 插进去的时候 你还可以行动至于 不过 整体而言 我也是欣赏 电影母子 他稍微是被现实打斗 里面 夸张一点 但又不是去到 至于太卡东 太离地 在视觉效果上面 是精彩的 所以 像浪侠剑心那样 那些招式 完全跟漫画不同 但是 你又看得爽的 即是夸张 现实一些 但是又不是太离地 华丽得利 又是真实 浪侠剑心 给了我看的时候 真人版 今天一样 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 是不是没有扣分位 没有指 有的 就是我觉得 古仔的一拳超人 的招式 有点 怪怪的 因为正常 你法力出拳 你 那个姿势 是出不了力的 但事都是这样 有点怪 我觉得 整理一下 那个姿势 其实就会加分 但anyway 其实已经是9分 那我会再看一次 因为只看 福克 就是只看 生活白太太 就是小孩 去玩些什么 已经好看了 里面有些 又是玩弹波子 去争论 有其他玩法 去看电视也有 这些都是很多回忆 既然两个钟里面 有动作 有故事 有感人位 有笑位 虎伏何求呢 又为我们香港人争光 真是很不错 那如果你们 欢迎收看促评呢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谢谢各位 拜拜